大家好 我是马公 有粉丝在我们后台留言说 惠普m281的机器无法从20221010的固定版本降级到20220414 客户很着急 问到我们该怎么办 跟大家说明一下 惠普sf500系列踩着打印机 现在的固定版本是20220414 可以从官网下载到 如果你也遇到惠普的机器 无法进行固定降级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参考我们的视频 第一种方式在街上打开允许降级功能 所以我们先找到设置 然后找到服务 下方找到更新 再更新到下一页 然后管理更新 允许降级这里设置为4 还允许更新也设置为4 这样就可以降级了 但是如果机器有报错 需要通过usb的方式进行固定降级 我们首先打开 刮管下载到的固定包 然后选择对应的驱动 然后点击中间的更新固件 然后这时候就会出现进入条 同时打印机 面板也会提示 估计正在更新 然后大概5分钟左右 这进入条这里读完以后会提示效率 就是代表的话 估计更新完成了